hello 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達達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3點鐘方向 紅色的玩家選擇了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是 擁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他的馬功高達低時的傷害 還會再更高一點 不只是馬功 所有單位都是 達達人的肉馬 跟騎士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都是三攻三防都有 他的草雲騎兵 到了銀貫技術 點下了絲護甲 就可以擁有遠防最高的草雲騎兵單位 達達人比較特別的是 他鐵木耳工程術 點完之後可以在工程7製造所 製造火焰駱駝 克制敵方騎兵單位是非常好用的 他的鐵木耳工程術 可以讓巨型投射機的射程 變成遊戲裡面射程19點的 巨型投射機 也是這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 攻擊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藍方 這不是藍方 我們把它改一下顏色好了 藍方這邊波蘭人 是UZZI 波蘭人特色是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灑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採收 而且他的騎兵路線 是非常強大的 雖然他沒有遊俠也沒有三級馬卡 但是他的銀罐技術 貴圖特權 可以讓騎士造價只要30塊錢 可以更高出量產起來 那他的金罐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弱馬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波蘭人騎兵呢 他基本上是9點 點完三攻之後是13點 13點的傷害再配上這個金罐技術 可以讓他成為 世紀力國裡面 弱馬攻擊力最高的 弱馬文明 那波蘭人呢 打法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是步兵器或是工兵 他都可以順利轉出來 但這也是他的最大弱點 他的單位都需要拓展兵 才能比較好發揮 他並沒有火槍可以即時去 克制對方的步兵單位 所以還是要透過轉接的方式 慢慢轉出單位 那後期也有火炮 所以以工程戰或是生旅戰來說 生旅戰來說可能會有大問題 但是以一半招翔來說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現在地圖看起來 這個黃金的位置 不是非常好 就有一個在裡面 但還有一個在後面 應該還行 只要這邊有圍過來的話 應該問題不大 這邊的話 可以稍微小圍一下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主建的部分可能會有點難圍 如果要圍好的話 還是要把這邊給圍好 右邊的話再圍到底 不是這裡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看起來兩邊地圖差不多 但是打打這邊的 果子是比較糟糕的位置 波蘭人後面的位置非常好 波蘭人最喜歡遇到這種 果子開局在後面的位置 因為波蘭人來說 他的大莊園就是他的命脈 所以只要大莊園 一開始的位置 就在後方的話 待會撒農田 跟爆經濟 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那現在UGGI 這邊是選擇了18匹 升封劍時代 兩邊都是18匹 升封劍 那達達人現在打法 前期也是比較適合肉馬開局 然後在後面轉封兵 最近也有看到達達人打法 就是封劍打封兵 然後城堡時代繼續轉奴兵 那到帝王時代才轉馬封路線的打法 那這個節奏打法的優點 是更快可以成型弓箭手 然後節奏也不會打太差 但是缺點是 他的這個木材消耗量會非常的兇 然後升封時代也會稍微慢了一些 因為弓兵會一直需要按 除非你是單射箭場 那就另當別人 好那我們看到波蘭這邊是 直接點下來一種螢幕 然後把家裡圍死 那確實這個也是對波蘭來說 比較好的一個開局模式 因為波蘭真的厲害的地方 正是在於他的採收食物的收成效果 所以只要在前期 越早圍圓 對他的後期 是比較大的幫助 好這邊肉麻兩邊對照 大家看到波蘭這邊肉麻水量有點差 這邊是低打高的關係 好兩邊殘血 剩下殘血的洛馬 但是讓右邊已經順利為死了 那這邊的部分 有可能再留進來一次嗎 好沒有打算留進來 前期打的算是正常開 兩邊都是把自己的洛馬送光了 沒有太大的傷害 突然直接不交流 把家裡為死 打打這邊洛馬開局 好洛馬開局的弱點開始出現了 雖然溜了進來 給對方壓力 但是有機會抓到村民嗎 打打這裡沒有轉攻兵的話 應該就是肉麻一直線打到底了 哇這邊要溜出去有點困難喔 唉唷就還是溜出去了 很可惜 這邊UGG還沒有把正面全部為死 好打打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波蘭這邊是沒有辦法點下的 因為剛剛被鬧了一波 但沒有關係 波蘭這邊可以透過大中原喔 迅速把這個肉量給濃起來 OK 大中原現在越來越多田 這個人伐木 打打人順利的已經升級上去 現在是十個人挖機 那有可能是要走三射箭場轉馬功了嗎 喔這看起來就是要走三射箭場 但是現在也開始有職業玩家們喔 開始走雙射箭場走馬功路線喔 那這樣的弱點呢 是馬功成型更慢喔 但是優點喔 不可以讓自己的TC開得更早 不會因為自己按太多馬功 結果對方3TC開農 反而壓力回到自己身上的一個流程喔 但是打打人這邊還是走了一個 比較傳統的三射箭場馬功路線 OK 優雅接下來這邊城堡時代落後大約快兩分鐘 現在轉出來的東西是毛兵防守 這邊已經偵察到對方是馬功開 那確實對於破爛來說 走騎士路線的話 也會被馬功吃到頭破血流 再毛兵確實是一個好選項 好 兵工場也點下了 一級射也點了 現在城堡時代還有十秒鐘 打打人點下二級射 先把這兩隻槍兵給解決了 OK 有弓箭手 騷擾的效果就會非常十度 這兩房子也太卡了 好 這裡一村被拿下 打打人這邊要趕快補下大學 轉出彈道學才行 在轉彈道學之前喔 還是要先把馬功吃量給容起來 數量大於彈道學 OK 但是這裡並沒有打算要先把彈道學開下 反正是直接轉了三射箭船 走三TC路線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邊三個射箭場 其實只有一個射箭場能產出馬功喔 所以如果你是要走開TC路線的話 其實二射箭場就很夠了 把木頭省下來去開城中心 或是按更多的馬功喔 是比較好的流程喔 所以也不是說打馬功喔 就一定是要三射箭場 當然三射箭場的運行速度喔 農起來速度會更快喔 那現在雙射箭場開局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轉一些騎士的時候 壓力也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你的農田或是提升會開始更快 才不會全部都是馬功 正面硬扛對方的戰毛病 好 這邊馬功再次過來騷擾 又是在這邊已經出現了比較多的死傷 三尊被拿下 哇 油車能直接回頭被射死 那這邊戰毛跟馬功駒給壓力 那打打人家裡守起來就很簡單 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就能擋住 主機階這邊其實可以轉個弩號 但是既然現在有戰毛病升級的話 全產戰毛應該問題就不大 所以說封兵過來騷擾 但是投車來了 主機階並沒有打算 要跟對方 直接正面硬鋼投車 好 波蘭點下了3TC 4TC 直接開農起來 欸 是3TC呢 沒有 3TC而已 他以為是4TC了 那波蘭這邊TC開的就比較慢了 所以現在要開農的話 雖然是落後的 但不開的話就只能打O1一波流 但對於一波流來說 波蘭是沒有那麼多的優勢的 除了挖石頭油或者黃金這個效果之外 一波流插寶 打1波很難去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那現在波蘭要挖石頭 才有可能去往前推進 但石頭有個在後方 但3TC都是開在的黃金旁邊 哪裡的部分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打打人現在點下輪軸技術 但家裡也是被燒了當中 波蘭並沒有把自己的單位放在家裡 沒做事 而是一直主動的往前去偷抓 所以這個戰毛兵有彈道學 打臭命其實很痛喔 好 馬功就去往後繞 現在波蘭人有點卡人口 93人口 那現在臭命數是64打直9 打打還是有資源上的優勢 好 這一波來個多線 這一波走進來 尷尬了 哇 但是打打這裡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擊殺效果可能會有點打折扣喔 好 溜了進來之後 決定還是往後走 居然看到戰毛兵可能要回來了 這一坨馬功 先行預刊 這裡血量有點殘喔 可以回去補個修道院 按一下生旅 補一下血量 再繼續打 會更好 好 打打家裡補了三台拖車 這樣弓兵戰毛就能守住家裡 甚至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兩邊的經濟都是打一個非常濃的開局模式 忽然並沒有走一個正規的騎兵路線 而是走戰毛 弓兵 防守 跟騷擾路線 好 這裡點掉生旅 頭車過來 馬功直接被點掉 頭車又砸了一發 把這個戰毛 打到殘血換掉 嗚 太好沒有砸到 好 大打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現在頭車數量有一台 戰毛兵的數量是20隻 突然讓兩隻戳門到前線 該只是要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這裡也不能蓋城堡 兩村來蓋城堡也不欠實際 前置工程器或者戳道院比較常見 好 這邊稍微利用劍毒學 讓這個戰毛兵不能再流進來 好吧 打打突然打著一個防守室 但是有雀雀出來了 雀雀是一個造價便宜 血量多的一個近戰單位 通常打打需要前排坦克時 會轉出雀雀 不管是大漏馬 或者是草原騎兵 作為輔助 那雀雀也比較特別的是 他每攻擊一下到敵人的單位時 都會獲得一點黃金 所以我們也會把它稱為 搶前騎兵 真搶前 打敵人可以獲得錢 很不錯 欸 注意到殘血的頭車沒換掉 這邊有點小推 不然這邊帝王是在補好了 看著轉騎兵路線 現在品種還有三十鳥就會好 一擊馬鎧現在研發當中 馬功來了 現在破爛人 可以選擇的地方是打重裝騎士 所以可以趕快點一下櫃子 特權跟重裝騎士的升級 待會只要一成型之後 波蘭的壓力就會小很多 四隻雀雀到後方想要來拖抓村民了 好 城堡一個補這裡 馬就開始往右邊開始補 好 達達這一坨馬功 在家裡搭的實在是有夠久 一直不敢出去騷擾 好 這一坨馬功 最後血量被剩餘拉起來 但是化學還沒有點好 反正被自己點掉兩隻馬功 波蘭的重裝騎士已經出關 15隻的騎士已經準備出發了 哇 超高數量成重裝騎士 好 三級射擊一下 波蘭人只差一個化學 他有三級攻 這就是波蘭人轉兵的一個弱點 傳進行時間撇慢 要全部點完東西很不容易 好 但是只要一轉完的話 波蘭就可以應付各種情況跟情境了 接下來這邊騎士溜進來 先撞成東西 沒有人直接想要守司 達達公點下的盾裝馬功 然後可以點下的師父甲 好 這一波直接把 重裝騎士給逼回去 看一下這一波 承重心被拆掉 哇 結果殘血投射現在才點掉 有點可惜 重裝馬功開始大進壓制 馬功47隻對上33隻的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現在緊追不捨 但是看到馬功往右側走 但是我不理 就是要衝你的村民 要是這邊衝進來的話 這一坨便會很慘烈 好 達達看到重裝騎士 往自家裡狂衝 馬功在後面 大夥要過來的話 還是會撞到這一坨的戰毛病 但不管了 正面開設 左邊已經BBQ QGI已經點下了 大衝車的升級 大衝車點了下去 大夥要來衝車開頂 所以重裝騎士 最終還是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大打人這裡死傷殘重 這裡馬功還在追擊這些工兵單位 哇 結果主力被這一坨 戰魔兵跟工兵給卡住了 馬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持援破家的經濟狀況 後面的經濟狀況直接炸裂 回挖金礦的處理都被打 怎麼有些馬功在打這個衝車 工程器製造所呢 好 但是波蘭的騎士 依舊是很害怕弓箭的 畢竟沒有三級馬卡 大勢的程度比其他的馬國民 還要更害怕一些 好 打衝車升級好 波蘭待會就可以使用衝車 配重裝騎士的策略 繼續碾壓對手 那打打要化解這個情況的話 最好方法就是轉一些雀削 把這個三級的騎兵鎧甲點完 攻擊力可以不點了 那就是用雀削加馬功 然後巨頭的攻擊姿態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後方五隻 六隻重裝騎士 又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家裡的騎士終結掉了 可以回家開始種田 好 重新補下城鎮中心 村民處再稍微往上拉一點 這時候打打人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好 騎士在上方準備要來攻城 走下這一波的劇情偷襲 那現在忽然人意識到 要打贏的話好像職工上放比較好 上放村民比較多一些 忽然這時候開始點下清晰變升級 好 這裡要上來直接手點巨頭 大概四發集火 好 三發邊四發 就可以拿下一台巨頭 這個馬功數量是真的多啊 哇 頂掉了 三台直接拿上 但是馬功也是損失了一些血量跟數量 但左邊直接大衝車 不管 我就是開抵 哇 大概能不能直接抵起來 不管你有沒有城堡還是城市中心 我有衝車就能督根 好啦 現在沒有任何進戰單位 只要反擊這些衝車是非常困難的 先別說衝車了 重裝騎士的數量實在是太多 現在打打人只能先用馬功驅趕這些重裝騎士 但是留下來的衝車暫時無假 現在安全鞋肯定來不及了 城堡 你已經被打掉 現在要再繼續補城堡的話 只要這個城堡 那現在這個城堡 趕快量產巨頭司機才行 不然就是要轉馬 就出草原騎兵或者是漏馬 結果直接無私這三台衝車 開始往右邊去追 因為右邊這裡有大量的重裝騎士 往前想要突圍 嘗試把這兩台巨頭給拿下 大功一直在追逐 衝車左邊一直在抵 糟糕了現在左右著火 兩台巨頭機最後還是沒拿下 後面的投資車也是 現在重裝騎士的數量 來到了45隻 但波蘭這時候點下了金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看來沒有打算要打一輩子的重裝騎士 開始要轉大洛馬了 最終打打人還是轉出了洛馬 稍微擋一下 這個真的沒有洛馬 這些衝車真的會把左邊全部都得很乾淨的 好 大大人現在經濟開始回暖 分明數回到了120 波蘭則是130 兩邊的支援量已經開始被拉開了 波蘭已經領先大約6000 甚至8000左右的支援了 好 支援越來越好 大中原越補越多 那如果波蘭要走洛馬流的話 可以考慮把農田 拉置到80片田或70片田 這樣產洛馬的穩定性會更好 好波蘭點下了二攻 三攻還沒有補下 打打人手推車已經點下了 那目前看起來 UGGI 是要打算走洛馬路線沒錯了 馬就補得更多 沒有打算要走戰錘兵 或者是其他的攻兵路線 強弩也沒有升級 只靠大洛馬能夠打得贏 色魔作的馬弓阿 就有點耐人尋味囉 好 這一坨騎士又再次流進來 打打家裡一直被溜 右邊趕快為死才行 好 右邊沒有打算要去營救 這一個存在東西嗎 馬弓指援地射擊 開始保護這兩台巨頭 這個巨頭好像能守得住 這一次UGGI衝鋒 並沒有拿下任何一台巨型投石機 打打人這一波 開始有了希望 這個城堡也可以拿下 完了 果然開始有點陷入烈士囉 想要把現在的馬弓數量越來越多 好又回到了57隻的數量了 但是只走單一路線的話 還是很難解 要不要轉一些大洛馬出來防守呢 好 破爛人大洛馬已經慢慢成形 好 這裡化學也補下 大洛馬先從左邊開始進攻 但左邊其實是一片荒蕪啊 但是這裡挖黃金的村民還在 這裡趕快挖黃金還是要挖一下 還有2000多塊黃金 要是能挖完的話 還是對自己經濟有很大的幫助 好現在一邊馬弓一邊一坨 好 但是這邊羅馬傷害死在太高 這裡溜進去發現左邊真的沒出名了 看來傢伙要往右邊進攻才行 好 達達這時候補下槍兵三級 步兵鎧甲一點下 達達人的槍兵呢 只有一級的步兵鎧甲 可以說是槍兵防禦最差的文明喔 但是他終究還是有大直兵喔 還算是能用的 還有大槍兵防守能力都還不錯 夾住的能力並不怎麼樣 只有一級的步兵鎧甲 好大肉馬數量來到了41隻 現在達達人 馬弓數量59隻 但是沒有開始走騷擾路線 可是一直正面跟對方的騎兵肉馬 瘋狂對撞的狀態 好看一下這一波大肉馬直接硬彈馬弓 好像有點緊追不捨 果然這裡並沒有發現追逐這些馬弓 馬弓直接拉到城堡設城範圍裡嗎 好在右邊 在右邊這裡有一個 好想要靠TC防守好像有點困難 波羅蘭現在步步逼近 點下了巨型托斯基的生產 好但是達達人加米正面已經為的差不多 萬里長城再度建立了起來 只要槍兵一好 就有可能擋得下波羅蘭的大肉馬 好四台偷襲擊準備架起來了 好四台偷襲擊準備架起來了 現在波羅蘭的支援量有點誇張啊 4000肉配上2500黃金 反觀達達人點下金罐之後 就已經緊張蕩產 黃金也不到200塊了 好反正都城牆面色的很開心 好兩邊巨頭開丟 好波羅蘭這邊打的是正面的城門 但城門打破之後 並沒有立刻往前衝 因為這邊肉馬的數量跳得有點誇張 趕快再補一些肉馬的數量 好最後肉馬還是被逼退回去 看來這裡還是要派一些大衝車 幫忙吸點傷害才行 不然就是要轉戰毛病哦 好這個錢壓的村民 這個村民是怎樣 是不小心拉到前方卡住了嗎 什麼排隊去投胎呢 哇這裡村民死了一堆村民啊 OK現在支援量是 波羅蘭領先大約一千 一萬五千左右的支援 支援量領先的有點多啊 波羅蘭直接弱馬直接手撕前陣中心 卡拉人努力開始安槍兵 但是人口已經來到上限 槍兵也安不起 但是轉出了清奇兵的升級 清奇兵也要趕快提升一下 卡卡還沒有升級 波羅蘭再次進攻 左邊的肉馬 努力想要抓村民 但左邊其實沒多少村民 現在打打所有的支援村民都在這裡 但是這裡巨型頭司機好像有點多台啊 七台巨頭這怎麼修都修不回來 瞬間就倒下了 好 突然這邊拉了一堆提示 跟肉馬 但是打打人一直到後面追 好 再衝浪回頭 要開打了嗎 但是打打沒有打 剛剛要打 結果後面有些肉馬 開始抓村民 左邊的衝車還在頂 大打人點下了三攻 讓這些槍兵 防守能力會更好一些 這個台城怎麼回事 必死幾個台城 但是人口一直被卡 大同車一直頂 好 右邊中被留進來 29隻大肉馬 能不能多抓點村民呢 左邊的衝車還在輸出 然後趕快注意一下 好 打打人終於轉出了馬坦 好 這一坨大肉馬已經衝進去 卡得非常多的村民 打打千進 沒有辦法苟得住嗎 雖然現在有肉跟木頭 但是房子只有170 人口還是很卡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人口不足問題 又有一棟房子被打掉 他們一開始回首 這一波波蘭 好像還是說到一些事情 噴射已經掉到 只剩下不到80吋 但是第二波巨井投石機 又炸了起來 再次準備的是 中型投石車 在後面等著這一坨馬公 好 巨頭有一台被反擊了回去 然後馬上選 想要收掉的東西 果然還是這裡的三台巨井投石機 好 這裡馬公有點射不太夠 後面的巨頭只剩下一台 沒想到打打這名巨頭 打得這麼的準 已經射成優勢了 好 拉了一些馬公 都打下中頭 但是這裡馬公數量好在有點下降 來到四十幾隻不到五分了 但是現在有展出大量槍兵跟肉馬 急一點都是網桌兵射 好 這球肉馬一直保護著頭車 但是沒有巨頭 現在工程受到了阻礙 拉大也沒有打算 把四十幾的馬公 拉出去野外 開始燒了 兩邊還在打 走成工程戰 可是這次不然有所改變 這邊是選擇了大衝車 開始嘗試想要衝進去 好 有魚駝大量過馬 已經往前衝 拉大的人口只有九十幾人口 好 這一波反擊 好 這裡處理掉 現在大洛馬又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現在馬公數量已經不滿四十隻 結果達大人的馬公掉數量也是有點快啊 好 這一頭馬公 最後還是留了幾隻 洛馬到了後方 好 突然現在 資源量已經落歸零了 但黃金還有一千四百 達大這邊還有四百黃金 再一次繞到左邊 但左邊真的東西不多啊 只有四隻村民在挖礦 欸 結果達大怎麼 打出了拒絕 我們看一下這一坨怎麼死的 欸 打一發 欸 走到人家臉上 自滴 OK 原來是達人先行放棄了 我們恭喜UZGI 波蘭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看來只用洛馬就可以擊潰對手的這個 傳聞看來是真的 波蘭人後期的洛馬真的太誇張了 傷害非常高 配上這個大衝車 吸引箭矢的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波蘭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木頭稍微輸了一些 但是擁有五勝物 黃金後期怎麼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